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继续讲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现在讲到观音菩萨的《以根言通》 《以根言通》是反文文字性的修行方法 顾名思义《以根言通》 即是由《以根听言》来说的 听语 听文 《以根言通》 不止以根都可以这样修行 如果用同样的修行逻辑 修行的方法来说 六根都可以这样修行 《以根》、《眼》、《鼻》都可以这样修行 不过现在用《以根》的修行 因为这个世界的众生《以根》来 所以用《以根》去修行 我们上次讲 观音菩萨《以根言通》的修行方法 是在《以根言通》的五行文字中说出来的 这五行文字 如果在《灵验经》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直接说修行的方法 而修行的方法 是到最后压续好气的时候 是观世音菩萨才说出来的 观世音菩萨的《以根言通》是最后说的 而文字师利菩萨也认为 在这麽多修行里面 《以根言通》 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是特别殊性的 上次说 《初音文中入流忘所》 最初修行的时候 稍微温习一下 观音菩萨在哪里修行 在海边修行 即是这样说 用海边修行 观音菩萨在海边修行的时候 静坐修行 静坐修行的时候 你又这样想 是否一定静坐才是修行 所以我们全部都要静坐 是静坐又未必 行住坐我都可以修行 静坐当时就是用静坐方法修行 《初音文中》最初的时候 几多海潮离去 海潮有生有灭的声音 有生有灭是什麽意思 有动有静 我们一听到海潮音来 就是动的声音 哟的声音来 海潮音退是什麽 是静的声音 我问你 你听到海潮吗 你听到海潮吗 你说没有 没有海潮 不是没有海潮的声音 是有静的声音 不过你不知道静的声音 是耳根听到的静 我打一声 你听到东西了 我不打的时候你听不到东西了 你不是听不到东西 你是听到静的东西 你明白吗 因此 动静两样东西都有 有人知道动有人知道静 动是代表什麽呢 动是代表一切的圈骂 一切的善善恶恶 恶是是非非 它的Activities 所有的Activities 就是动 善恶 贪嗔痴千万年恶见 为名为利 为求财 等等 动也有善 是动善恶都有 即是动了 直正呢 直正在万类驱直 万类驱直的时候 这个动和正 我们的文 的耳听文 没有随着正 而没有了 还有的 观音菩萨 坐下坐下坐下 他就想想 原来有一样东西 我不随着海潮走而走 我闻到这个性 是没有生灭到的 我这个性不是没有了 不过动的时候 我又执着了动 静的时候 我又执着了静 我执着了没有 什么都没有 其实 我的性是不生不灭的 他一想到这件事 他就继续修行 初以文宗就是这样 入流忘所是怎样 什么叫做入流呢 入流是怎样意思 入流 如果你用十二因缘的流转门来解释 就叫做信流 信流 顺着世俗的流转 顺着世俗的随波的逐流 怎样信流 随顺着外景 而攀缘外景 就叫做出流 向外面出流 即是你的六根向外倾持 叫做出流 随顺外缘外景 攀缘被他执着了 执着他不放 因此产生任何的烦恼 这叫做出流 当你反文照智性的时候 叫做入流 入里面 入里面就是说我不出 我不给外面影响我 你骂我 又影响不了我 但我不是面皮口那种 即是你无理骂我 或是骂我 我是错的 我是接受的 我接受的错要改 但我 反文 我归回自性 我不会永远都攀出外缘 永远贪 永远亲 永远痴 永远不懂 反观自己的智慧 分析自己的不是 或是分析自己 我应该怎样去做人 或是分析自己怎样去修行 或是分析自己怎样去努力 或是分析自己怎样去学习 这些是属于反文 反文 用什么方法反文 用正念去反文 你不要用邪念去反文 用邪念去反文那种是什么 其实那种就是出流 你以为是入流 我怎样叫做 用邪的反文 你说我这一句 你活該 你不应该这样 我很恨你 我很恨你 你那时候是什么 你那时候不是入流 你是在出流 为什么 你执着外境 你还不是出流 但你不是反文字性的时候 你骂我 我感觉到心很烦 我不停留他 我这个心色不执着他 我不攀缘 我不执着 这是什么 修行佛法就是要逆生死流 叫逆流 在十二因缘来说 叫做还灭 出流叫做流 出流叫做流转 你现在还灭它 逆生死之流还灭它 逆生死之流还灭它 你会迈向什么 迈向什么 入涅盘流 或者入法性流 不同 一样是流 流有很多种 就是这样 你不如就入流 你入流 不要出流 入流 快点入流 即是内观反照自己的民性 以清静心去修行 不要样样执着 自己的恶习又不改 时常执着自己 故往以来 缩世以来的恶习 牢牢地执着 不要 不要执着 你执着里面的恶习 都是什么 都是出流 因为为什么 你有境里面 你又贪真千万言恶见的境 你的心很烦 你的心 骄傲 你的心妒忌 你的心 各类各样 那你就要怎样 你要学习入流 反问自己的智性 你反问自己的智性 用什么反问 用般若去反问 用吴彭元去反问 用原谅别人的心去反问 用 暴师持戒忍欲精进 禅定般若去反问 用三十七座道本去反问 用什么 用子观去反问 用人空 法空空空去反问 用金刚经里面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去反问 因此 要学佛法 你没有资料去反问 那叫什么 呼目禅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一个木 你要观照 子观 这就叫入流 忘锁 忘锁 是怎样 就是 当我们 训练自己的时候 自己会很弱 外面的东西始终都会侵入你 你必须要努力学习 忘却所侵入你的东西 让它流出去 这就不同了 即是说 你要忘锁 所入的一切的善恶 妒忌猜疑 抑郁 等等 你要 忘锁 忘锁 即是说 不要执着它 忘锁了它 凶却了它 凶却所入的一切的是非 凶却所入的一切的善善恶恶 人我分别 你也要忘锁 入流就反文自照 忘锁就是 你反文的时候 都未必有功夫 你学习什么 不执着 不要执着 你忘却所入的东西 你忘不忘得到 忘不了 很难忘的 你要学习 你始终执着下去 知道的 你改不了 说了很多次你都是这样 你始终知道不对的 你始终那个 杂气都要执着它 你忘不了 要很大努力 去忘 而且不是从文字学习 要忘的 是要学习 被人骂了 不生气 那些你忘了 被人冤枉你 你不生气 那些 就忘了 蔡英文章入流忘锁 如果做到很成功 你的动力 我就留了出来 你的不好的动力 不会影响到我留出来 那你就是什么 我们叫做《灵验经》里面说的是什么 解六结 解了六结 我们有六种结在我们的心里面 动的结 静的结 根的结 角的结 空的结 灭的结 这六种结 这六种结 我们也要学习 在这个反文字诗里面 逐一点逐一点逐一点 把这个结解开了 空掉了 你不是就这样空掉 你要解开才可以 我要空一切 你未空之前 你要解结 你要解结需要什么 学习怎么解 你有个结打在那里 我空掉了 丢掉了 这个结始终也是结 你要学习怎么解开 这个结也消失了 就自然是空 所以你一定要解 若你初以闻中入流忘锁 你就解了个什么结 你解了个动结 外面有好多东西影响你的 贪嗔痴 万而恶见 妒忌 娇 喘 狂 你 若你闻中入流忘锁 就解了你的动结 因为你不执着外面的一切 所有动结 Activities Attachment to activities is eliminated 解了个动结 所以 前面那八个字 就帮你解了个动结 你解开了 因为你不执着动 后面 所入忌直 动静 意上 了然不生 就解了什么 解了个静结 你所有进来的 听到的声音就是动上 现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就是静上 表示我们的心已经静下来 叫做直 记直 即是我又不执着了 怎样 我不执着了 你不要你烦我 我要静 我要静 静都是一个烦恼 你以为人家烦不了你 静就不是了吗 原来静 我什么都不做 你做了它 我自己 好清静 你自己搞定 素地是你搞 煮饭是你搞 什么多的 即是劳动的你搞 我要静下来 我对着《灵验经》 我静下来 喂 你执着了静 你连静也要排除 如果你能够 这个深色 不让外界去触动你 既然已经不动了 这个时候就静 静你也不执着 那就是什么 动静你意相 了言不生 去到这里 你便已经解了 连静的结也解了 有些是我不执着 activity 但我执着了 我要很清静 我要执着 一个住一个 单独 我单独住 我不需要煮饭给人家吃 我不需要跟人家相处 跟人家相处是要忍的 我不需要跟人家相处 静就好 我偏于静静就好 你又走去静的执着 你执着了静 我自己一个人住 我反正念佛 修行 我现在在字眼里 又要出波 又要这样那样 不如我自己有一个 精舍 我自己躲在精舍 便可以 我很静 你走去静的境界 结果这个静的境界 带动你入洞的境界 就走回以前 就有个情况 下面 如是漸争 如是漸争 如是漸争很重要 什么是如是漸争 你以为修行是一天 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修行 逐一点逐一点 令到他纯属 不是一两天就可以 有些人不是一世就可以 修行两世 三世 四世 不是一劫就可以 有些很多劫 都是要修行 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纯属 纯属你的修行 所以说 如是漸争 慢慢修行 继续在 入流亡所 反民 内观上用功 都是要用回入流亡所 都是要用回 动静意上 与人不生 不是我明白了这几十次 我就修行完毕 不是的 不 外面的绿册不断侵入你 今天你得 明日你也不得 因为明日你心情不好 你结果就收不到 即是你原来 无论风吹雨打 你都要用 折风目雨的精神 如果一帆风顺 修行是什么 永远都是 风和日丽的 阳光普照的 春光明媚的 这样的 不是的 因此是风吹雨打 惊激满途 所以有禅人 是经过一番寒切骨 是经过 就算以动静意上里面 能够了言不生 他也要经过很多寒切骨 如是战争 继续入流亡所 继续反民 修涉 这个时候的功夫純熟 眼看以闻 避臭避闻 涉常身足 法去想 都不让他留在心识里面 立即让他不执着 让他流出 不单止动静意上 了言不生 连反民 能民的功夫 都开始不执着 大家明白吗 即是说能够用这个反民自性的能够闻 这个能力 我有能闻的能力 所以我动静意上也不生 我能够不执着动上 不执着静上 为什么 因为我又有能够反民自性的能力 这些动静意上与言不生 就是一种所闻的东西 我这个反民的智慧 我这个反民的能力 我能够去灌这个能力 灌到动静意上与言不生的能力 我有 我还有 而且这些动静意上与言不生的能力 我都能够闻到这些 这样也不行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 不可以 因为你还有能闻和所闻 虽然动静意上与言不生 能够闻所闻 还有执着 你要继续 除了动上静上 没有执着外 这个时候眼耳鼻舌身耳 你的六根都不能触动 你能够闻 那个意念 都要抛弱 这就是如说战争 闻 所闻尽 如说你能闻和所闻 都一样用灌照的功夫 慢慢灌照灌照灌照 结果怎样 能够闻和所闻这种心识 这种执着 都清静 都清静 你看到分别吗 前面说动静意上都不生 很厉害 动静意上都不生 很厉害 动静意上都不生 是怎样 是因为你的根 不会执着 你的六根不会执着 你的六根不会执着 但你的六根还有能闻所闻的执着 你可不可以把能闻所闻的执着都抛弱 你的二根还是能够闻这个样 我可以动静不生 我可以这样 这也是执着 都要抛弱 能闻所闻都尽了 最后这个关头 能闻所闻都没有了 我的根的意识都清静了 我的根清静了 我的耳根清静了 我的耳根能闻 又是所闻的 我连耳根都清静了 当我一根清静 六根还原 我的耳根都清静了 我开始 眼、鼻、舌都清静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个时候根结已解 你这种执着六根能够修行 那个意念 能闻所闻 这个根的结 都解开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 无有能受和所受 无有能受和所受即是什么 六入园 捉捉完受 受断了 还满了受 没有受 没有受 受寻就破了 前面动静意上 与人不生的时候 是什么破了 破了息寻 一切息寻也破了 现在 去到 第三步 解了根结之后 受寻也破了 识受想行识 连受寻也破了 你现在去到哪 你知不知 如果你真的做到这样 你已经三步功夫做了 第一步功夫 就是什么 第一步功夫 就是动没有了 动上没有了 解了个动结 第二步功夫 静上没有了 就解了个静结 第三步功夫 你空了能闻的根上 根结已经解了 即是没有受 那便还满了受 当你还满了受的时候 是什么 你接近辟知佛 辟知佛是什么 闻知佛 闻知佛 闻知佛就是人空 慢慢慢慢 无人无人无人 无了我 我的identity the ego the ego is gradually gone no more ego no more personalization 所以第三步 去到如是战争 闻所进闻 即是说你的根结 都解了 没有了受 那上有 无色 无受 无色受想行 识无眼耳鼻舍身意 无色色香味触法 你知不知 现在这里 就是心经里面的 无色无受 原来心经那么深 我们说了一大堆 说了百多二百个字 心经两个字 无色无受 但我们的族人不懂 以为 观自在菩萨 行心火夜波能蜜波时 照见五蕴皆空 通道一切 虎厄 照见五蕴皆空 怎么照 原来是要这样照 你现在知道 修行 修行都来不及 你还执着其他 你看一千部经 都不及观音菩萨 十八个字 初与民众 入流亡所 所入记夕 动静意上了缘不生 如是战争 民所尽民 一共多少个字 你数一数 我说多少个字 初与民众 入流亡所 所入记夕 动静意上 了言不生 如是漸争 民所民尽 二十八个字 救你一生 我现在呢 因为我们要两点钟 又要念孔着明王 我现在 我们的功夫去到哪里 第一步 动相 我们空了 文字 你没有空 我没有空 我们的动相空了 即是解了什么结 动结 第二步 第二步 所入记夕动静意上 缘不生 我们空了个什么 静上 即是解了个什么结 正结 第三步 如是战争 民所民尽 我们空了个什么 能民的根上 我们空了能民的根 我们的能民的根 我们已经空了 即是解了个什么 根结 解了个根结 我们讲的就是 十五分钟 做 这一世做不做到 解了个根结 做到就已经 就已经受运破了 辟知佛的境界 你能否破到 我还没办 还要慢慢去学习 慢慢去学习 所以 有人说给你听 无论你去到哪里 一定要有佛法才行 最重要是有人说给你听 不单止我现在说给你听 我现在说给你听 就是根据令验经 你又要说给别人听 不单止是这样 当你说给别人听的时候 你就是reinforcing你自己 所以我说佛法给你听 其实我说给自己听 我说我只有讲字 我说我只有讲字 我有时候讲讲 我为何讲经只有讲字 自己都要检讨一下 对不对 OK 就是这样 我们不来 我们不来 我只是讲字 有人在说 我再来讲词